愛民生這三個字 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 綠色的鐵皮檔 白色的招牌 早已被歲月添上痕跡 當你慢慢走近時 就已經聽到裡面傳出 爽浪的笑聲和對話 為這條闢症的街道添了一些新氣 我是胡慧欣 我先生領然幫 是愛民生的第三代接班人 我主要是幫他營運 文藉家族生意 我們愛民生飯店 其實是在1956年開始 一直都在這個地方 當時我先生和婆婆 政府發了一個大牌 主要做一些熟食的生意 以前一直以來就叫做大牌檔 所以發靚正一直都是香港人做事的原則 而愛民生的出品 可謂是完美地演繹了 我婆婆的時候 她主要的顧客 都會在附近的街坊 以前這裡是碼頭 所以主要是一些行選的人 或者是一些運輸工人 他們都是很快吃完就離開 亦都因為這樣 所以愛民生除了上菜的速度很快 碟頭的份量一直都是大分有底色 因為這個也是特色 我們那個碟頭是特別大的 所以其實一班人來就最好 反而你可能兩三個人 基本上你吃兩個菜 或者三個菜已經很飽 或者都要拿走 香港人經常都說大牌檔的菜特別有鑊氣 但是鑊氣的背後究竟要花上多少功夫呢 大牌檔的廚房主要是用火水爐來煮食物 我們就是一個大的火水爐 其實是倒一些火水下去 一直加下去 在那個爐頭就蓋一些火水出來煮 如果是一些小菜煮仔菜 我們主要都是在外面的廚房做的 一來用火水爐 因為它的溫度夠高 所以就很快食物就熟了 這個就會有一個鑊氣 另外就因為我們大牌檔 我們有很多人去傳菜 很快可以把食物傳到客人手上 所以就會保留到煌氣和熱的溫度 加上師傅每天開檔之前都會開鍋 確保傳熱更快 以及去除鑊的生鐵味 不過鍋氣的背後 最重要都是有一群不怕紅爐火的真漢子 雖然是真漢子 但是被火水爐的高溫燙傷的時候 還是會痛的 還會留下疤痕 但是問起他們有沒有想著退下來的時候 他們就說 沒有的了 都習慣了 還有都沒有人入行 不做誰做呢 香港現在其實只剩下21間大牌檔 而街頭的綠皮屋 做晚市小菜的 更加是一隻手都掃得了 因為大牌檔 其實在香港來說 都是一個快沒落的產業 萬一Touchwood牌主過世的時候 他要轉名手續都比較麻煩 而且都很長時間 加上大牌檔還有一條規例 令大牌檔更加不可能 這樣代代相傳下去 因為大牌檔的規例 就是牌主可以傳給他的子女 即是說我的奶奶 或者是我先生的舅父 所以說一次而已 所以未必真的會傳給我們的子女 除了續牌困難之外 人手清黃不摺 亦都是他們經營的難處 因為始終我們這個環境 未必真的很多年輕人會喜歡 所以我們一般的同事 都是可能真的去到一些 中年或以上的年紀 所以胡小姐經常都會想一些方法 去減輕員工的工作量 以前我們就可能要經常聽電話 去接外賣 但其實現在就可能 估客去按一個按鈕 他下了訂單 我們就已經收到了 就可以做到外賣出來 可以令到我們同事 不用說做得那麼辛苦 每一個國家都會有一個特色 例如台灣會有它的夜市 日本會有它的納食 香港最有名的就是街頭小吃 其實大排檔都是一個特色 所以愛民生的牆上 經常都貼滿了各媒體的報導 其實愛民生的名字 就是因為我先生的婆婆 她叫陳愛 她用她的愛字 還有她有兩個兒子 就是我先生的舅父 一個叫阿文 一個叫阿生 所以加上她們的名字 就叫做愛民生 所以看得出 愛民生對胡小姐來說 不僅僅是工作的地方 更加有一份愛的意義在這裡 因為我以前是做文職的 所以其實在這裡工作 都是會有點不習慣 初初開始 加上大排檔的溫度真的很熱 她坦然一開始的時候 真的很辛苦 但是都因為這樣 所以她更加理解老伙計的心情 有時晚上都做得很吵 所以有時可能客人都會說 為何你的伙計那麼大聲 或者那麼沒有禮貌 其實我一邊跟客人說不好意思之餘 都很理解同事 為何他會這樣 因為其實一來環境 因為這裡真的很吵 去到晚上 他不大聲說話 其實大家都聽不到 問起他有沒有後悔 回來愛民生幫忙 他就說 其實我覺得過程是辛苦的 因為我在愛民生都做了九年 但我都見過很多熟客 他們都跟我說 可能他們以前都是小朋友來過這個地方 因為始終我們都有60年的歷史 可能是小朋友來過這個地方 之後他以前是爸爸帶他來的 現在他又帶他爸爸回來 其實就是一個傳承 連他們都是一個傳承 希望香港之後 都可以保留到大排檔的這份文化 因為這份文化的背後 其實有很多人都付出他們的心血